我是刘嘉琛 我是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纤维艺术系的博士毕业生 我的作品主要是关于造景 在中国的园林建筑中造景 其实是为了让人们所处的 环境中的建筑元素 具有功能性和趣味性 在园林中的漏窗 是为了增加园林空间中的 空间层次感和空间中的构成元素 通过漏窗的空洞 其实可以瞥见高墙之后的风景和故事 这种视节语言与编织艺术的视觉上 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窗口它可能是数字软件中的对话框 也是人与机器交流的一种程序载体 我想通过数码编织的方式 将这种透过窗所接收到的虚拟信息 和利用虚拟去建构 真实的这种状态来传达出来 我很感恩也很幸运自己能够 在热爱的纤维艺术专业中一直钻研 对于未来 我相信对于每一位博士生而言 这才是刚刚的起点 我们要将自己的所学发展到 创作中教学中专业领域中 做一个有违之人 对于未来的一位博士生而言 对于未来的一位博士生而言 对于未来的博士生而言 对于未来� STYLE